昨天嘗試用蒜蓉焗魚片 今天還有些蒜蓉煮 我可以試試把蒜蓉拌勻 蒜蓉蒜蓉魚片 蒜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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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法 試試看會如何 今天加多些蒜蓉 因為昨天感覺不夠蒜蓉 所以味道不夠蒜蓉 今天加多一點蒜蓉 塗勻 先拌勻 希望蒜蓉味可以蓋過魚的腥味 因為沒有買薑 你知現在不外出 外出有點危險 所以家裏有什麼資源呢 先試一試用家裏的資源去做魚 魚都放了一段時間 現在試一試用這個方法去蒸 然後再加多一點蒜蓉 現在蒜蓉都塗勻了 我打算再加多一點什麼呢 試一下 再加多一點這個 先看看鏡頭 再加多一點這個雞湯 雞湯來做一個雞配魚 看看會如何 這個基本上我自己試的 自己吃的 所以不怕 不怕就沒有人吃的 我又不想點豉油 試一下用其他方法 配出來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效果 會不會好吃 現在煮飯了 好,希望飯熟了的時候 就放上扁蒸 蒸回它10分鐘左右 好像昨天一樣 昨天都是5加5分鐘 今天都是蒸10分鐘左右 看看情況如何 OK,飯應該快要滾了 我現在就把魚 全部放在飯熟頂上 就相蒸它 看看情況如何 蒸完之後再開來看看 OK OK,10分鐘了 揭開看看如何環境 嘩 應該很熟了 很香的蒜蓉味 不過還是那句 穩陣起見 再蒸兩分鐘 OK 過多兩分鐘 即12分鐘蒸了 開來看看 嘩 都應該很熟了 都應該很熟了 熟了 的感覺了 嘩 真的看上去都不錯 嘗一嘗 嘗一嘗 嘗 嘗 嘩 嘩 魚肉都很白 嘗一嘗 嘗一嘗 嘗 嗯 嘩 嘩 這個 蒜蓉雞湯蒸魚 都不錯 挺好吃的 比起昨天那個 今天我覺得這個更好吃 看真點 嘩 又簡單 又方便 今天腥味沒那麼多 那大家如果支持我的頻道 就可以 PayPal 就支持我的頻道 另外就是我 都加了一個 是 香港那邊的中國銀行的一個 轉數塊 FPS的號碼給大家 大家可以 多多一點轉數過去 都可以當支持我這個頻道 多謝